美国是发动战争很频繁的一个国家,而战争需要的就是兵力,而且美国为此还不断提高了征兵待遇,放宽征兵条件,以此来接纳外籍青年参军。 而我国很多的华裔也为了能够得到美国绿卡而抛弃中国国籍去加入美国军队。 而活跃的国际战场上面,如果交战的时候遇到华裔外籍兵应该怎么办呢? 一位老兵表示这个时候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还有日本在雇佣外国人在日本服役的待遇也是很好的,只要当兵就能拿到日本绿卡,而且退役之后,福利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福利待遇都好。 而很多的华裔为了得到绿卡都想要去加入他们军队,而华裔士兵虽然还是和我们一样的皮肤说着同样的中国话, 但是却已经抛弃了中国国籍,成为了美国人、日本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 而在这个形势下面,如果发生战争,遇到了华裔士兵,我国军人会开枪射击吗? 要知道,战场是很残酷的。 华裔士兵虽然曾经是中国人,但是如今是战争的对立面, 只要不是队友,凡是敌人,不论国籍,一律开枪击杀。 作为一个军人,你心里有的更应该是国家大义, 而你自认为的对他们仁慈,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对战友,对国家的残忍。 而这种事情对于那些老兵来说,他们表示很容易抉择, 他们代表的是敌国,我们是中国, 在战场上面,立场不同,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如果遇到这些华裔士兵,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你们觉得呢?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加转发哦!